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捏水啸 第669章 伊海商会 莫无忌进入伊海商会的一楼大厅 他差点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办公大楼 一楼大厅很是宽广 靠近里面是一台柜台 柜台并不是卖东西的 而是写着各种牌子 比如说海货交易柜 米粮交易柜 鱼具交易柜等等 每一个柜台内都坐着一个伙计 柜台后面有扇门 门后是一个房间 分类得如此清楚显然让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大厅里坐着许多等候交易的人 莫无忌略微打听一下 就知道来此交易的大都是做批发的 在通往二楼的地方有个大牌子 牌子上写着鲜品交易和珍宝交易上二楼 哎 朋友 你想交易什么 似乎见莫无忌看了一会儿 以为做出决定 一名活计走上前来 你们掌柜在不在 我想询问一下 鲜品交易怎么做 鲜品交易 货迹一听 微微一愣 随即便说 啊 朋友 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鲜品交易 你得先把东西给我看看 如果配得上 我就带你去二楼 莫无忌面色已沉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看我的宝贝 去叫你们老板来 如果不来的话 别怪我寻别人交易 莫无忌说话的时候 神念已经渗透了整个一海商会 果然不出他所料 一海商会到处都是屏蔽神念的禁止 不但二楼不允许神念嗓 就连地下同样不允许 你的宝贝是什么 一个低沉的声音传过来 接着一名身传金泡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这是一名天仙后期的修士 莫无忌不需要神念嗓 一见着中年男子便看穿了他的修为 你是何人 活计立刻说 这是我们商会的屋指士 二楼仙品交易也是屋指士负责 莫无忌随手拿出了一株四级仙灵草 青漆木 这是我得到的一株仙灵草 是什么等级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仙灵草拿在手中很舒服 可见其非同一般 见莫无忌手中的青漆木 这姓乌的中年指士眼睛一亮 但随即他就平淡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这的确是一株二级仙灵草 青灵草 可以做仙品交易 你跟我上楼吧 莫无忌心中冷笑 这家伙可真不要脸 一株四级仙灵草 在他嘴里马上变成了二级仙灵草 青漆木算是一种不错的四级仙灵草了 这种仙灵草可以炼制枯木丹 枯木丹可以定荣 只要服用枯木丹 荣貌就不会发生改变 相当于是助言的效果 这种丹药就是对仙人来说 也是很有价值的 至于什么二级仙灵草 青灵草 莫无忌作为一个八品丹地 从未听说过 这仙灵草我不卖的 我只交换两个人 莫无忌将青漆木随手放进了口袋里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他故意让手有些颤抖 似乎在表明内心中的害怕 乌知识看见莫无忌随手的动作 眉头微皱 他颇有些不耐烦地说 交换谁啊 我爷爷玉盛 还有我嫂子莲英贤 站在莫无忌身后的玉京凤赶紧说 乌知识面色一沉 语气喘冷地说 他们两个犯了大事 暂时不能离开乙海上回 那仙师大人 可否让我们先去看看他们 莫无忌语气有些担忧 乌知识忽然面露笑容 当然可以 我们一海上回 最是讲道理了 就是玉盛和连英贤 也不会关押多久 事情调查清楚了 自然会放了他们 那还要烦请先师大人带路 莫无忌满脸堆满了惶恐的笑容 好 随我来吧 乌知识二话不说 直接往里走 莫无忌很清楚 这个乌知识打的什么主意 这是带他们看一眼玉盛和连英贤 然后就拿走青七木 但他就装作不知道 带着玉京凤跟随乌知识 一起往里头转悠 几分钟之后 乌知识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打开了门 一进房间 莫无忌就发现了一个禁止 乌知识拿出一枚玉牌 在禁止上拍了一下 一道阴森森的阶梯 出现在屋子中间 乌知识对莫无忌和玉京凤随口说 就在这里面 随我来吧 往下的阶梯越走越潮湿 足足走了两分钟的时间 才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监狱 这地方已经没有了屏蔽神念的禁止 监狱分为数十个小铁屋 几乎每个屋子都由囚徒被关押 一股恶臭的味道传来令人作呕 莫无忌发现 还有几间空着的铁屋里 正锁着几具早已干瘪的窟窿 他的目光很快扫到了玉盛和连英贤 连英贤正缩在铁屋的角落 一名狱卒正站在他的面前 似乎在逼迫着他什么 这狱卒很是投入 三人下来后他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在连英贤摇头之后 他更是抬手直接撕下了连英贤的上衣 连英贤尖叫了一声 更加的缩在了角落深处 直到乌知识在背后哼了一声 这狱卒才回过身来 连忙小步跑出来 对乌知识攻击的失礼 知识大人 你去一边再空一个房间出来 老狱的家属过来了 乌知识淡淡地说 这狱卒应了一声后 用眼光扫了下莫无忌和玉京凤 眼角闪过了一丝不屑 扑向铁屋的玉京凤忽然顿住了 他惊恐地回头看着乌知识 然后又看着莫无忌不敢相信地说 大黄哥 我们 我们也要被关在这儿 刚进来的时候 玉京凤已经看见了这牢狱中的情况 他知道 若被关押在此出不去 那就是死路一条 莫无忌也是乌语 他以为乌知识 只是要清漆木罢了 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更加腹黑 干脆把他们带下来 把他们也关了起来 果然在这些仙人眼中 凡人就是娄仪不如啊 京凤 你怎么也来了 玉盛见到玉京凤后 心中大忌 莫无忌是仙师不错 可依仙商会 到处都是仙师 莫无忌此时 亦是假装震惊地说 仙师大人 我们也要被关押在此吗 虽说在说话 但莫无忌心中却是万分不解 莲英贤好歹是个大罗仙后期 就算是他故意被人抓起来 也不至于被人欺负到如此地步吧 中年之士还没来得及回话 一声剧烈的震响 一名身材瘦弱的男子 提着一个略胖的男子直接走了进来 惠主 乌之士看见这名被瘦肉男子拎着的家伙 惊叫出声 莫无忌心想 原来这略胖的家伙才是惠主 他的修为的确比乌之士高 已经是今仙中企 拎着他的那个瘦肉男子 修为倒是更高些 大乙仙出气 小小一个凡人城市居然来了一个大乙仙 乌之士显然也明白 这瘦弱男子很强 连惠主都被抓起来 那要杀他那还不是轻而易举 他下意识地开始后退 只是他刚刚退了三步 瘦弱的大乙仙就是一道任盲划过来 这乌之士直接被劈作两半 连元神都没能逃走 谁是清泽村呢 瘦弱的大乙仙杀了乌之士后 就像没事人一样淡淡地说着 莫无忌立刻传音给玉京凤 让玉京凤实话实说 玉京凤赶紧说 回仙师大人 我嫂子就是清泽村的 连英贤似乎也回过神来 他赶紧说 我是清泽村的 听到连英贤出声 瘦弱的大乙仙便说 你是不是认识此人呢 说着 瘦弱的大乙仙将手中略胖的慧竹 直接往地上一扔 连英贤点点头 是的 他就是去清泽村杀了多生和多彩的人 讲当时的情况 说仔细些 瘦弱大乙仙眼睛一亮 瘀器更是带着一丝杀意 连英贤不敢隐瞒 带着一丝小心地说 他和另外一个人去了清泽村时 他们让多生拿出了一个玉盒 多生拿出玉盒之后 他就杀了多生和多彩 这个时候 他被另一个人暗算 后来他们就打了起来 荣虚会主 没想到你还贼喊捉贼呀 自己拿了东西 还把目击者关押在这儿 故作玄虚 给你三细时间 说出来东西在哪儿 瘦弱的大乙仙冷笑一声 将手中男子提起来 再次灌在了地上 一阵骨鸽碎裂的声音传来 叫荣虚的会主赶紧叫了一声 前辈 请手下留情 东西的确被我藏起来了 我去给你拿 不用了 如果你身上拿不出来 我直接杀了你 如果你身上拿得出来 我留你一命 去了你一条胳膊 瘦弱的大乙仙说完 一抬手又是一道锋刃下去 荣虚的一条胳膊 直接被披落 我拿 我拿 荣虚知道 如果自己再不拿出来 对方肯定会杀了他 说话间 荣虚已经拿出了一个玉盒 就连末无忌都没发现 这家伙将玉盒藏在了何处 他心中暗叹 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是从阴谋队里走出来的 荣虚被他的同伴暗算 反而最后活了下来 可见他的同伴已死 这家伙活下来后 又开始贼喊捉贼 可见他知道这个盒子会被泄露出去 莫无忌怀疑 他被暗算全都是故意的 而这瘦弱的大乙仙更是厉害 竟然查到了荣虚头上 瘦弱的大乙仙已经打开了盒子 一股浓郁的水属性气息被莫无忌捕捉到 莫无忌眼睛一亮 他做梦都没想到 能在这凡人城市看见一枚水月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